如果你被人歧视了,你会难受吗? 喂,我感觉我为了个白痴问题耶 被人歧视我想没有一个人会不难受吧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那时候许多白人都非常瞧不起黑人 特别是一些白人家里的女佣 她们不管你付出多少 在本能的驱使下,许多白人都异常的讨厌黑人 但因为经济问题 许多黑佣却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愤怒 而屈服在白人的微波之下 她们替白人照顾孩子,打抵家务 可换来的依旧是那种不平等的对待 黑人米尼就是在白人家里做女佣 她有着一手好厨艺,并且非常能吃骨 但偏偏她的故族就是一位种族歧视极端严重的妇女 她并不是去打米尼和欺负她 而是在一些行为展示自己身份的高贵 家里的卫生质被她无聊地投上了记号 因为她认为黑人是不配进入白人的卫生间 可毕竟从此女佣数年 什么样的主人没有见过 米尼对此不是特别的在意 而有一天小镇回来的一位女人费兰 她大学毕业了 有着良好教育的她对黑雄并不是那么排斥 因为她从小就是被黑雄照顾长大了 她将他们看成了朋友 内心的话也愿意跟他们倾诉 可这一次回来 她发现自己家里的黑雄竟然离职了 这让她有点难过 而小镇也就这么大 回家后的费兰就赶快找自己好闺蜜见面 而她的闺蜜正是米尼的过者苏拉 她在聚会上毫不留情地抱怨黑雄 是多么的肮脏 甚至说 自己已经向家庭保健卫生部门反映 以后家里必须有黑人专用的卫生间 而这番话 就被费兰的另一位贵蜜 带安娜的女佣 比林给听到了 但她能说什么 她只能自己生闷气 却什么都做不了 就在聚会结束后 费兰竟然找到了比林 主动跟她道歉 因为她能理解 这些话对比林的伤害有多大 而费兰回到镇上 就开始应聘作者的工作 好不容易应聘成功 却只能做着一份打杂的工作 她相信自己的才华 所以向出版社提了一个建议 她要写一本关于黑人女佣的书籍 将她们不平等的遭遇 统统都写出来 这个想法是非常大胆的 为黑人女佣打抱不平 这让出版社看到了商机 于是决定让费兰去尝试一下 而费兰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 正是因为这次回家 她看到了自己玩的母亲的黑佣离开了 而苏拉以及戴安娜 对黑人的排斥 让她觉得非常心痛 每个人都应该平等 所以她找到了比林 希望自己能采访她 让她将自己这些年所有的遭遇 全部缩出来 可比林却拒绝了 她有她自己的顾忌 虽然她也想将自己内心 伸出某种愤怒给表达出来 但她不能这么做 只因为她如果同意了这件事 那些种族歧视严重的白人 估计会将她抓出来 又或者是 自己的黑人同胞 也会找她的麻烦 毕竟这书记一出 也许会让黑人面临更大的打击 等到夜晚 雷雨交加 苏拉的女佣米尼 因为雨太大了 偶发去到她专属的卫生间方便 实在忍不住了她 就偷偷地用了苏拉的卫生间 这个行为 当然被苏拉给发现了 于是在这夜晚 她直接就被苏拉给开除了 至于比林 她同样也拥有自己的厕所 虽然不是什么肮脏不堪的环境 但是这行为 却让比林的心很痛很痛 而被开除的米尼 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只因为她曾经的雇主苏拉 一直在诋毁她的名声 哪怕已经被开除了 苏拉还是不放过她 她想将米尼的未来 彻底的粉碎 得知这件事的比林无法接受 因为米尼一直都是她的朋友 偷窃这种行为 她是一定不会做出来的 她知道一些白人 歧视自己的职业和种族 但也因此 她决定反抗 而机会就是菲兰 她主动联系的菲兰 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全都说得出来 并且这次行动 米尼也参加了 从这之后 米尼和比林就一直协助 菲兰完成书籍的创作 出告很快就得到了出版社的认课 但是 只有两位女佣的报告就明显不足 可长期在被排击的环境下 许多黑佣都不敢反抗 这也变相意味着这本书籍 有可能无法完成 和米尼比林认识的所有黑佣 他们都拒绝了这个合作 在接下去的日子 黑人的地位越发得低微 因为国家发布了一条新闻 将提供专门给白人服务的商店 种族歧视显入无遗 甚至在不久后 一位黑人意外被人枪击 所以 自己当车上的所有黑人 都给赶了下去 报纸新闻都在报道 这也是由白人智商组织 给黑人的一个警告 而这件事很快 也就慢慢的平息 但有一位黑佣 却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遭到警方的逮捕 而原因是因为 他带着一个价值不菲的戒指去当铺 被当铺的人 当成了小偷给举报了 虽然这戒指确实是偷的 但也是因为这女佣 为了给孩子上学 而逼不得已才做的 他曾经向他的雇主借钱 但有种族歧视的雇主 哪里会将钱借给女佣 那笔钱的数字 不过才75美金罢了 虽然60年代的一美金 差不多等于25美金 但对于雇主来说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关键的是 凭什么黑人带着贵重物品 就被怀疑是偷窃 虽然确实是偷窃的 但是最基本的人权 好像都丢了 也正因如此 前不久的黑人枪杀案件 加上最新的偷窃案件 黑人们集体来到了费兰的家中 他们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配合费兰来完成稿件 但新的问题却也来了 他们终归不想让这篇文章的读者 知道这些黑人的所在地 于是米尼决定威胁苏拉 她曾经在被开除后 好心地做了一个蛋糕 因为她的手艺实在太好了 苏拉吃掉了它 吃可惜 这蛋糕的原料是排泄物 这件事也成了出版书籍的关键 因为很多人将书籍的人物形象 联想到了小镇上的人 可苏拉却一直在误导别人的看法 因为如果证实了这些人物设定 那她的丑闻也将被爆出来 这本书《绑住》 自从发行后 就收到了广大的人事购买 米尼和比林就这样成为了英雄 但那事后 比林就遭到了报复 在苏拉的洗脑之下 戴安娜竟然决定将比林给开除了 他们的地位 真的回来了吗 片名《绑住》 这部电影还有一些镜头少年没有抓出来 例如有一位白人妇女 她在米尼被赶出来后 就将她给收留了 并用同等的身份对待她 在例如 苏拉的母亲对苏拉吃了排鲑物这件事 她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辈子 她无法忘记女儿 将自己送到养老院这件事 她的不孝 让母亲反而心疼了米尼 而会其实他人 都是因为那些人将自己放在了高处 他们看不惯比自己差的人 可人终归是平等的 虽然有时候这句话说出来是那么的无力 但起码对少年来说 人人真的是平等的 也许我的想法很天真 但我希望我的想法能一直不变 这部电影是真心推荐 它是一部非常耐看的好作品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